因為你們對我不公平的報導 我看得很清楚 我覺得這是不對的 因為我覺得民進黨有民進黨的立場 國民黨有國民黨的立場 我從頭到尾就沒有要這個法案 不是主條事 我就是要主條事 而且也同意大家說 有意見的問題就把它擺進去 我想大泰很少有立法人也是這樣做 我們從3月6號開始 開會做了一張草野行商 到3月31號開會 推翻3月6號的草野行商 然後4月30號開會 又推翻前面的草野行商 那今天我開會 完全按照4月30號的草野行商 當天柯委員講得很清楚 沒有會議詢問 沒有什麼誠信問題 大家就主條 那我們立法院在開會很清楚 包括業務報告 包括任何的報告 主席都會在台上宣布 我們每一個人幾分鐘 然後可以發言到幾點截止登記 你要二輪發言 你在截止登記前再去登記 你不去登記 然後你回頭來跟主席說 為什麼你會在這個時間結束 宣布3分鐘 我們從業務執行的開始 每一個人10加2 然後在公聽會每一個人15分鐘 然後到主條的時候 我們宣布每一個人3分鐘 大家都同意的 是 我不可能自己做一個決定說 我們每一個人3分鐘 好你要推翻3分鐘也可以 你們現在草野行商拿出來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你現在限制他們一個人只能發言一次 我是按照我們立法院的主條 就是說 我會在台上宣布 我們第一條在幾點截止登記 跟我們的業務報告都一樣 所以是他們在截止登記之後 才想要發言 之前 他們自己前面 不是 他們前面沒有進來開會 那立法院本來就是要按照這個 你看每一次 每一次的協商結論都在這裡 每一次就推翻一次 每一次就推翻一次 沒關係 都可以 那如果 你們今天 他們今天要推翻4月30號的協商結論 我也同意 你們請 我從昨天就宣布很多次 我請柯建民跟林洪池去協商 只到協商出來了 的確就是可以改變 因為就算院長也不能推翻草野協商 我只是執行一個主席的任務 我並不是說我完全按照 朝野協商的規定在做 那這樣子他們還要鬧什麼 我有什麼辦法 對不對 那為什麼說休息 因為我很清楚 昨天早上就提出一致上會同意 因為這是意識技巧的問題 他早上提一致上會同意 他只要 因為我們很多的委員會都在開會 很多的委員都會到其他委員會去開會 只要人家一離開 他就提上會同意 10點半 好 然後到下午2點半又開始開會 他又提上會同意 然後 所有的委員進來開會 他們又開始杯葛 請問這不是假審查真杯葛 那這又是什麼 所以你認為他們現在一直提上會同意 是在杯葛 假審查真杯葛 因為我們進來要開會 他就要杯葛 我們去其他的委員會開會 他就提上會同意 那這不是假審查真杯葛 我沒有必要隨他們玩這種遊戲 我沒有必要玩這種遊戲 所以我很清楚的說 我昨天下午就已經宣布一次 你們如果對上一次的草野協商不滿意 那麼請你們再去做一張草野協商出來 我主席只有接受 我一定按照草野協商來開會 就算王津平院長也不能推翻草野協商 這本來就是這樣 那包括昨天休息的過程當中 包括今天休息的過程當中 我都還找黃偉哲委員 蘇正清委員 我說你們去協商 只要協商出來 兩黨都能接受 我只有主持會議 我沒有其他的功能 就是這樣 我想問一下 之前吳炳慧爾委員 問過一個問題 他有在會議上說 之後的法案 我們就讓他一天省一條就好了 他有這樣子講 國民黨認為說這樣子的速度 是在實質上的杯葛這個法案 那麼那個黃偉哲委員 我很清楚的 我在針對這73條的部分來講 這個法案本身有73個條文 我們立法院包括經濟委員會 如果其他的法案都不做 業務報告都不做 然後包括不杯葛等等 我們實際一個會期 可以開會的時間不到30次 包括林戴法委員開會的時間 那我請問你 十五條 這個會期十五條 下一個會期十五條 對不對 等到我們這一屆結束的時候 這個法案還沒有出委員會 請問這個不是杯葛是什麼 我覺得沒有關係 就是大家講說 好民進黨說 我們不要吃進去 沒有關係 大家講出來 那大家按照意思規則來開會 那我覺得讓人民去公平 不是這樣嗎 那我想問一下委員 這邊覺得比較合理的速度 大概是希望這個事情 我沒有合理的速度 我認為所有的協商 我通通都接受 只要兩島的協商出來 他們協商說 我們這一屆不通過 我也接受啊 我沒有什麼不能接受的 我沒有什麼不能接受的 我通通都接受 所以只要他們協商出來結論 你就照這個結論開會 我當然照結論開會啊 因為你院會交到我委員會 不是主席啊 我就是照院會交下來 然後我就照朝野協商來開會啊 你不能叫我當主席的 又把朝野協商推翻掉 那你們上一次朝野協商 為什麼寫那些字 白紙寫黑字還要推翻嗎 沒有道 那我這邊想問一個問題就是 上次他們民進黨委員 好像認為第二條才審查到一半而已 你今天就要求 第二條那當天我就已經宣佈了 你已經宣佈 我已經宣佈說 而且我沒有讓宣佈通過 我宣佈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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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已經在截止登記的時候 截止花眼的時候 你再進來說要花眼第二條 而且我已經宣佈完 我覺得這個就是杯葛嘛 那你第三條還是一樣可以討論啊 而且我也跟柯建民委員講 你們只要協商出來 你們要怎麼講 我都讓你們講 我們今天下午要開會 反正姐姐陪公子讀書啦 讀到十二點我都陪你們讀啦 我拋污氣死啦 沒有關係啦 大家一起讀啊 那有什麼關係 對不對 只要大家願意 好你要花眼一個小時 協商出來我也OK啊 沒有什麼問題 只要協商說 好我們要重新 看要啟動一個 哪一個新的遊戲規則 我就照新的遊戲規則來 你不能我第二條 我已經宣佈說保留了 然後已經宣佈進入第三條 然後你才進來鬧說 你要從第二條再開始 那這不是貝格是什麼 那如果每一個委員都是 我念到第三條 你要再從第一條來 那省到下一個會期 再下一屆 再下一屆 再下一屆也省不完啊 對不對 那你就乾脆去跟院長協商 把這個法案退回去嘛 那不就結了嗎 就大家都不要嘛 沒有關係啊 我覺得OK啊 這跟我一點關係都沒有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拜託你喔 你今天跟我錄影 已經有 我們會全程 你要全程給我播 你不可以跟我剪接 你如果剪接 我就刑法力度去解決 當然 我講得非常清楚 因為我做事情很坦大 我不希望你們用這種方式來做事 對 我也希望可以完整的方向去 所以我很完整的跟大家報告 我也不必為了這樣子的一個法案 把我多年的努力毀掉 那大家如果說高雄不要自經區 大家都出來講嘛 那沒有關係 大家互相 不能說你在背後講說 陳吉也在背後講說 啊我要自經區 然後我要示範區 然後放狗咬人 對放了一堆狗出來咬我 那我覺得這對我不公平嘛 好 因為我的態度很清楚 對不對 而且我從昨天就一直講 說你們如果對上一次的草影協商 有意見你們去找黨團 我也跟林鴻池講 也跟郭蘇振欽講 也跟那個黃偉哲講 我說你們只要寫出 一個合理的這個東西出來 我通通都接手 好不好 謝謝 你不能給我剪接喔 當然不會 不會